欢迎收看创新秘籍创新密码大解析 今天我们要独家专访的是花林县长傅坤奇 我们很好奇它如何把花林县这个城市 打造成为一个国际的城市 特别我们知道说一个暑假 这个暑假我们看到 它光是一天突破了这么高的观光人潮 我们今天要特别锁定在整个的观光 还有整个的城市发展上 我们一起欢迎花林县县长傅坤奇县长 欢迎你 罗姨你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县长其实我们在讲说 暑假很多人都会想出游 结果第一想到是哪里花莲 我们知道说你暑假要订在花莲 这个很难订 因为订不到 你饭店也订不到 你住宿也订不到 你车票其实很难订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看花莲县 我们想到是什么 七八月暑假结束这个红面压 整个的压宝宝家族 这个新闻版面全部都是这个 我们从这个压宝宝开始谈起 您我可以透露吗 譬如说当时这个预算多少 您收到这个所谓的数字 您怎么样去发展 所谓的观光这一部分 我想去年从这个 全世界新一起一股热潮 对 就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 我们等于是同一个大家庭 那里面联系的就是 包括太平洋啊 这些海洋 那这个鸭子呢 到处走来走去呢 就彼此家人情感的联系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构思 但是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倒是觉得说 台湾有很多我们在地本土的东西 是可以啊 好好来发挥一下 对 毕竟在我们这一代 还是我们上一代 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现在的年轻人 甚至现在的孩子们都不是很了解 我想对于台湾我们在地的一些 过去伴随我们成长历程的这一些啊 非常值得回味的这些人事地物啊 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分享 所以我当时觉得说 真的一定要搏来瓶嘛 台湾本地就有 而且有很可爱的这个红面鸭 所以就是这个这样灵光一闪 然后我们就开始 对于这个红面鸭的规划设计 然后大概要长成什么样子 那在很短的时间大概两个月 包括订做啊规划啊等等 到这个正式下水 两个月的时间 总共啊 总共花了大概四百万吧 就是一只红面鸭 一只 我们的台湾的蓝金 蓝金 所以这四百万 大概会整个寒假带来了大概五亿 八亿 十亿的商机啊 那基本上那个时候 在我们花莲的鲤鱼潭 一个三明水秀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那边的乡亲啊 商店街说从台湾光复到新 他们没有这么忙过 这个菜色 菜色都是古顶的菜色 那一天啊 一个中餐要翻三桌到四桌 那桌到大家要穿背筒的时候 实在是 时间到就要休息了 不然实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复合那个体力 那当时呢真的是就是说 其实台湾在地本土有很多值得回味 对 有趣 可爱的事物 那不只啊 让我们这个年代 甚至我们的长辈 都能够啊 大家一起啊 来回味一下台湾过去的这些岁月 也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认识啊 我们的一些本土的事物 所以当时是非常非常的轰动 那也让我们的寒假的观光评比 得到全台湾第一名 得到这个交通部观光局所颁证的 最高奖金一千万元 我们的评比得到特优 那接着下来呢 到了这个三月份 然后这个台南呢 我们借红面鸭 我想这是台湾本土的 我们就出去巡回一下 走的几个地方 然后到了这个暑假开始 七月份在持续的亮相 但是我们是觉得说 尤其到了越南人生的时候啊 我们那只 红面鸭一个人在湖面 一只鸭在湖面上 说实在蛮孤独的 我们想说 就应该做一个鸭鸭家族 台湾尤其花莲是一个 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 能够有更温馨的 这个家庭啊 总之希望大家都非常的 和乐融融啊 所以我们就 从这个小鸭到蛋壳鸭 总共就做了十几只 对 所以现在是真正的鸭鸭家族了 是 然后在整个鸭鸭台 跟全台湾的乡亲来见面 当然鸭鸭台它本身就有 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非常漂亮的 而且充满了这个灵气 这个三明水秀 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个鲤鱼山 办的鲤鱼潭 就我们不止母鸭带着小鸭 而且我们鲤鱼潭上面有 这个协力船 一家人踩着同一条船 然后到旁边去 带着孩子们去亲近 对 这个鸭鸭家族 那同时呢 我们在附近 今年我们也准备 有一个相当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在明年的 这个鸭鸭展示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啤酒一条街 这个非常适合年轻人 到那里去过寒假或暑假 我想这个是真的是 给我们一个 实现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台湾乡亲非常珍爱本土 其实县长刚在讲 我就想到说 那个时候我们在报道 这个新闻画面的时候 有很多外国游客特别来 他就是要锁定这个 鸭鸭鸭家族 因为在花莲 不过今天因为很难得 访问到县长 像有关于这个翱翔记 他备受关注 因为你看这个鸭鸭鸭家族 他这么的popular 也就是他的观光 做这么的成功 这个翱翔记的部分 大家在想说 那这到底是不是又另外一个 一个成功的 这个所谓的观光的案例 翱翔记可以说是 花莲出世提升 第一次尝试性的来推动 因为这是一个过去 在政策上 中央政策跟地方政策 结合的一个园区 叫环保科技园区 那占地非常的大 有大概22公顷 大概前后投入的 大概有13亿元 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有20间 非常完整的场馆 还有主场馆的 这个主楼呢 也非常的大 这些设施都做得 非常的完整 对 但是很可惜 因为花莲 还是地主边缀 这一些所谓的 环保科技类的公司 没有进入这里 或是在这里生产 泡一句行政院所讲的就是 温子馆 前后大概10年 连硬体设备投入 大概总共结算大概有13亿 那闲置在那里 黄英漫草经红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能够成为一个 真正台湾有史以来最夯的一个 能够让孩子们在这里 尽情的奔放 尽情的3D的油气的一个空间 包括这个飞行伞 还有这个清航机 这个热气球 热气球 热气球非常非常的夯 我们有粉红猪 这个飞天怪兽等等 我们等于把水上乐园的概念 也把它带进来 这水上乐园的概念呢 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面积浮原辽阔 明年可能会超过22公顷 甚至到40公顷 我们要做成台湾最大的 真正的适合带着孩子来做热气球 清航机 同时呢 也可以在这里呢 做所有的细水的水上活动 因为毕竟现在台湾的一些逻辑 相关上还是需要来整合 比方说 在放热气球的地方 是早上5点到7点 下午4点到6点 超过这个时间 也不能飞热气球 那换言之 过了这个时间以外 那夏天那个酷暑的太阳 会让整个亲子 要躲在树荫下 到处到的地方躲 那刚好呢 树荫我们来种树 那在热气球以外的时间 你可以坐清航机 我们旁边有一条8.7公里的跑道 8.7公里 也就是堤防 旁边是马太阳西的堤防 有50米宽的堤防 8.7公里长 等于是一个天然的跑道 天然的跑道 所以那里可以坐清航机 在那里起降 同时呢 我们的水上乐园 包括各种油气设施的水上乐园 是50公分深的 那个很安全的 还有各种水上的活动 可以带给这些孩子 天气热 你来玩水 那玩到 一大早来一次热气球 然后呢 再过来可能早上过了7点以后 可以坐清航机 坐了清航机 飞行伞 然后到了接近中午 天气很热 可以到我们旁边还有20间的场馆 我们有电影馆 主题故事馆 科学馆 各式各样的这个主题的 这样的一个介绍 那同时呢 到了中午 我们那里还可以用餐 然后到了下午 想要下水了 可以我们的水上乐园 可以让孩子们在那里进行的游玩 所以整个都非常人性化 而且让孩子们都过一个真正的3D的 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实战 所以现长你刚刚提到这个3D 但我们想请教现长就是说您怎么样 您是如何把这个花莲的这个观光推到这么成功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您刚刚提到的 我们在看这个你知道金针花海 金针花海它盛开的季节 很多人会focus它特别来锁定 这个也是看起来有3D动画的感觉 它也是非常立体 在放眼望去 这个金针花海感觉起来很像美丽的动画 这个部分您当初是怎么样来推广的 我在14年前回到花莲的时候 我在这个金针花刺客山跟六十淡山上 我看到非常非常让我震撼 整个人融入其中感动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住在那里的民处 大概13 4年前 早上起来的时候 一片的雾茫茫 在大雾里面 伸手不见五十全部是雾 然后接着接着 有金光 金色的光芒 从这个雾里面洒进来 越来越来越来越亮 在雾里面 然后有这个 刚刚升起的朝阳 把金色的阳光洒下来 然后印在大地上 那个大地算是整块的画布 都是金针花 那个美啊 美到你无可言语的感动 天地之间造物者 能够创造这么美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能够去感受 天地之美 我一直觉得说 像这样的 这不是说到了瑞士 到了哪里就一定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但是我们对于西方 对欧洲的冲击 可能会想到说 这个瑞士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没有污染的一个地方 但是花脸是一个没有污染的地方 我当时第一个 在脑海中一闪过的就是 这里就是台湾的东方瑞士 那个印象深植在我心里 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后来我就觉得说 这个金针花 它有它的商业价值 经济价值 但是如果说 把相当的数量的金针花 把它留下来 金针花点把它留下来 在身上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当年的感动 我想这个不只是为花脸 为台湾可以创造另外一类的 让人非常非常深沉的 时间停滞住的 那种终生难忘的记忆 其实我绝对相信 在整个县福团队在推动的时候 一定是有遇到所谓的困难 不可能没有 一定有 现在有一定有 就是说但是 可是我还看到您是成功办到 可是当您遇到说 团队看到整个困境的时候 整个团队 您是怎么样带领整个团队 克服这困难 基本上有一些 新的观念的带进来 那一定会有一些 比较守旧的思想 这个一定会发生摩擦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 在一个新的思维 可能是对旧的台湾本土 反而是可以发扬光大 或是我们在地比较特殊的 特有的 我们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那在意见的沟通当中 当然是很辛苦的 不过我们总是觉得 抱着这一大的耐心 持之以恒 我想终究我们还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不只在金针山 六十淡山的流花 对 那甚至流花到这个山上 爆满 全部都堵车 对 我们这个做整个人缘疏散 让这个真正的 这么美丽的景致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 甚至我们后来觉得说 如果说都要靠车辆上去的话 是不是我们用大众共产 这是一个方式 比如说中巴 油缘车这种概念 或者是坐缆车 毕竟台湾的缆车 一定要是坐在这种 让人能够 真的是觉得说 不是在台湾 是在国外的感觉 是 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台湾还没有到 坐到会令人感动的缆车 还没有 但是花莲绝对是台湾的首权 这个缆车不只可以坐在六十弹山 也可以坐在 在进太鲁阁之前 我们一个大同大理部落 从日本时代 就坐着这个流龙 流龙 那因为还没有进入太鲁阁 那个叫大同大理部落 而且那个部落是高山原住民的部落 到今天为止 上面还有几十户人 他往东看是府看太平洋 往西看是看太鲁阁 OK 这真的是高山跟大海之间 所以行政院江一华江院长跟交通部叶光石部长 到这个太鲁阁来考察的时候 我就跟他一起分享 我们这边的族人 太鲁阁族的族人 那边四居的原住民族 都希望说 这个流龙能够把它转换成比较安全的缆车 不只可以带动真正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部落的观光 而且呢可以让太鲁阁 未来又能够进入另外一个脱胎换骨的另外一个事业 就是不是说我们从山下再看山上 对 有的时候是一边看太平洋 一边看美丽的太鲁阁 那这个已经正式启动可行性的这个计划 也就是行政院拍板 然后交通部核定 对 那我们当时拍那个蜘蛛的那个摄影机 那个蜘蛛摄影机会飞上去的 遥控的 那个蜘蛛摄影机也是我们花莲的国中生发明 OK 台湾第一台是在花莲发明的 就是拍花莲的美景 那结果拍下来整个 上到大同大礼部落在下来那拍的过程当中 那个播出来大家都想说我马上要上去 所以我想真的是我们可以在太平洋兵 还有像赤克山这样的地方 让更多更多人快快乐乐的来到这里 很平安的 不用拥筛的 去欣赏到这一身它永远难忘的 对 这样的一个美景 所以花莲有很多很多 可以让台湾走入全世界的经典的 这样的一个观光区 对 我们是一步一步的 逐步的一件一件来把它做起来的 其实县长在讲 那个画面我们在镜面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脑海其实也可以去 其实都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像是电影 而且不是只有夏天 它是春夏秋冬 你来花莲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所谓刚刚县长提到的经典 其实我自己观察新浪初说你怎么样去把这个城市的这个观光 推到这么样的最顶级 我个人的观察是像一直在提升你的这个新的思维跟策略 然后你会带到这个美意的观光景点 你让它提升变成一个国际化 可是我想我们再做一件事一定会有所谓的困难性 像可不可以透露或是分享说你在整个的这个观光行程推动上一定有遇到所谓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什么 我想今天必须要很诚实地说 在相亲的所有的概念上的沟通上 基本上只要愿意投入心力 用最大的诚意 一般还是可以沟通 但是往往在今天我们也必须要讲不只是花联政府 在很多的政府跟中央政府都碰到同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些透过一些从FBI各方面来的一种 那种完全跟事实脱节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们第一个无从解释 第二个也不晓得跟谁解释 政策说明完全无从想起 但是它把你白的人先抹成黑色的 你洗了半天也洗不干净 所以我们二晚的想做的事情也非常多 到时候确实很辛苦 也推不动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转进 静待时机 在有限的资源 先移往其他也相当迫切需要的地方 所以还有几个还有大概两个也是让台湾成为世界经典的 有两个区域我们做的一些规划 这也是包含在未来县补跟县补团队跟县长 持续可能会带来的这些精彩的观光 那个还要持续的去沟通 就是毕竟一桩美饰 但是已经这个漂亮的小姐已经把它画成黑色的 你要她再能够站出来再当台湾小姐的时候 第一名的小姐的时候大概就很困难 要选美的时候就很困难 所以那个还是静待一些时间的 但是终究会画点好的 我们还是要应该要落实 是 其实我们今天从这个整个访谈当中 我们也看到说县长他成功地推动整个的观光 我们让花莲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国际的都市 当然他自然而然带动了就是整个当地的创造就业经济力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再一次谢谢布关琪县长 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 谢谢县长 好 谢谢文明 谢谢全国的乡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